11月23日,上海市举行第8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乌静雷,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等出席 介绍本市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李国华在会上介绍说 11月22日,浦东新区在追踪排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时 发现两例新冠肺炎可疑病例 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针对该两例新增确诊病例 相关部门已排查到筛查对象2541人 核酸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病例一,赵某某,男,49岁 作为确诊病例,吴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已在接中隔离点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 病例有明显乏力症状,肺CT显示肺部炎症表现 已即时转移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隔离治疗 病例二,张某某女,31岁 作为UPS联合包裹物流有限公司确诊病例 王某的密切接触者 已在接中隔离点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并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为阳性 病例有咳嗽症状 非CT显示肺部炎症表现 已即时转移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隔离治疗 此外,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小冬 在会上还披露了上海11月9日 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 经安徽省疾控部门反馈 与上海11月9日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王某某相关联的蓝某 11月10日在安徽确诊 两例病例曾于10月30日 在未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共同进入并清理过一个 自北美地区运返回护后的航空集装器 经基因测序 两例病例基因高度同源 与北美流行株高度相似 提示感染来源为境外输入 根据上述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基因测序的结果 经过国家和本市的权威专家 综合分析研派认为 导致两例病例感染的来源 可以聚焦在同时 共同暴露于境外输入的航空集装器 吴京雷在会上提醒民众 要注重个人健康防护 并特别提示 如果出现腹泻 嗅觉 味觉突然减退 甚至于消失症状 要及时就医 他指出 没有洗手之前 不要随便搓揉眼睛 年末有时候也会被病毒渗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